Hello, 大家好, 回來了 剛才可以用 Google Search 去找影片 另外一個比較關鍵的方法是 視光機, 即是我們俗稱視光機的名字 Grayback Machine 有些可能死亡的網站 表面上是死亡的 你可以嘗試把連結放到 Grayback Machine的網站 其實在網上不止一個, 有很多個 可以找回以前的版本 可以嘗試還原 但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做到 不是萬能, 但有一個機會 給你看回以前的版本 但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因為通常一些很著名的都市傳說 或者是多人說過的 就一定會有人卡在網站上 要保存的 總之有人把連結放在網站上 但你也試過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我看你前一陣子 好像想寫魔神英雄傳 連你也好像說 有個網上卡了一些圖 你也找不到 其實我最後有其他方法 我找到我想要的圖 當然 但為什麼他 那個網上沒有了是可惜的 因為他其實有大約千多篇文章 我自己 應該都差不多看完 其實有個可能 大家和我看的東西 可能比較快一點 很快可以看到關鍵字 所以我會很容易篩選到 哪些材料對自己有用 哪些材料對自己沒有用 可能會比較容易去做這件事 可能對大家來說 這個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還有一件事 你也說到可能每個人都能做到 但我覺得 我覺得是時間 有幾件事 第一時間 第二 其實在中間的過程 都有一些判斷力 你要作出一些事情的判斷 你其實是需要某些方面的知識 去做一些取捨 去衡量 例如我舉個例 邏輯那些很基本 譬如你說去判斷一個動漫 可能某一個動畫 的一些都市傳說的時候 你就有時候 未必只是有一個基本的常識 和邏輯 就可以判斷到 你有時候是需要 對於某一個題材 那個熟識程度 你才判斷到 你變成有些題材 你給其他人 可能他同樣是喜歡神秘的東西 或者喜歡陰謀論 都未必會去涉及和寫的 還有還有興趣所向呢 也有 如果你叫我去寫 好像阿森吾一 他都很喜歡寫一些動漫的題材 你叫我去狂考證 那些多拉A夢裡面的 都市傳說 原來作者好像顯過靈 又或者去考證小丸子裡面 同班同學 不知道誰是真人有奇 我是沒有興趣的 但是你沒有興趣 不代表別人沒有興趣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有興趣 那你就要牽涉到 那個作者本身 用一個投資術語 就是一個能力圈的問題 也是的 題材都... 當然我大部份都是找自己有興趣的 當然有少部份都是 不是自己的興趣 但是我賺就可以了 以這本書來算 其實就是作者心吾一加我 這個出版人的 兩個人的題材的恩選 我們本書裡面有說 除了一些 號稱穿越時空的一些個案 有一個就是蘇聯 有一個就是剛才說過 John Titer 一個經典個案 有些就是說 譬如日本令和 為什麼會有一個人 令和就假設了很多 100%的說中了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究竟他是未來人 還是一個什麼原因 有個人知道內幕消息 還是怎樣 我本書裡面有說 譬如有些 農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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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人都太迷信了 我就是佩服你什麼呢 那時候農婆 我在另外一些節目做嘉賓的時候 我是有說過 我講過 純粹是因為 我一來就已經發現了 他很多是不中的 基本上我覺得不中是佔了很多 我就已經判斷他 根本是假的 我個人的精力就覺得 我心裏面都判斷他根本是假的 我做什麼事情 花那麼多精神去 再去考究他 究竟有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究竟他最初真的 真在什麼 原來有書 外國印刷的書 是說過他 原來他八成真在那裡來的 這個就是心如一找出來的 然後原來 原來那裡 但問題是 不是說他那些驚人大語言 是說一些很細小的 這些 我就沒有去進一步去做 我反而是 既然他這麼多是假的 那究竟 預言這個機制 是否有可能 就變成說了那些 你明白嗎 每個人的取向 譬如我們這本書 還有講一些 巴黎女館神秘消失的東西 那本是很特別的 就是因為我真的要去查外國報紙 現在就好像方便了些 以前真的要去讀書館查 現在好在網上 這就是網絡的好處 當然有很多畫廚 網絡的好處 但網絡的好處就是 可以將一些文字 可以做到資訊 即是數碼化 其實現在很多舊的報紙 很多人已經將它 放回到外國圖書館的伺服器 但有些人願意付錢 就可以找到一張 原來還可以寫到這些文章的條件 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個人的判斷力 邏輯 知識能力 也要少少成本 也要少少成本 原來還有一個 叫資金成本 但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 怎樣說呢 即使現在講很多公信力很高 例如剛才講SLOPE.com 其實他也有講這個個案 其實他講的也不是我現在講的 最詳盡的解釋 他那個解釋要去到中間 即是他所有的查證都去到中間 接著我又要再找 我發覺他那個也不是最完善的 是啊 所以就是要轉到幾深的問題 即是等於我們香港也有 大家都認識的球驗傳媒 他很偶然有一些驗證 也有些人救病的 即是他可能相信了某一套 然後他擺出來的答案就好像是那一套 即是有些人就說 球驗傳媒的 那些球驗出來的東西 要不要檢驗一下 前排多些 這排比較少 因為這排比較簡單 我看到那些 是啊 他們最近簡單出來的 全部是那些 藍絲的結作 藍絲的結作就純粹就是找一幅假圖 然後就做到一幅假圖出來 那你易查到這樣就 但真的都有人相信我才沒有罪波算 這個就是題外話 這個就是題外話 我們再介紹 例如這本書裡面 我們又講了很多的都市傳說 有好幾個都是日本的 最後就是大家都很喜歡那些UFO 那我們就挑選了三個比較經典的UFO個案 來講一講究竟是否有圖有真相 有一個世代就是傳出了有圖有真相這句話 但是我們發現有圖就不代表有真相 例如你說的UFO 以前有一個說 在火星上有一個LASA的好奇號 在拍攝了一個疑似一個太空人的 其實他也不知道是太空人還是外星人的影子 但是好像沒有戴頭盔一樣 正常來說 火星應該你不戴頭盔就生存不到 空氣和地球不一樣 所以正常是不可以的 而且那時候火星應該都沒有登錄到 如果在那個年代 所以現在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登錄到 我懷疑他有這個技術 但他沒有做 現在我覺得 當然他正式就沒有了 正式登錄就一定沒有了 那你講這些就是兩邊飄 我們這些半神秘節目就是 我又不否定 我又不否定他真的有沒有這個技術 總之現實資料上就沒有 official 的說法就應該沒有了 但是在我們這個界別有不同的光譜 光譜有些是批評到 有些聲稱是 某些會已經 其實一早就已經派了機上去 因為其實我們 就算我們這個類別 我們都找到很多資料 是發現有很多現實中 沒有公佈的太空船或飛船的型號 即是說那些戰機型號 即是說那些戰機型號 公佈是沒有的 但我們可以查到是有的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邏層 就是軍事上的東西 有些軍事專家很喜歡出來 就說得很像層層一樣 我也不否認他 他在資料上 他的記憶上 當然是找到很多硬料出來 但是很簡單的原理 一定百分之一百 在軍方每一個國家都好 軍方掌握的技術和資料和型號 肯定是有大半沒有公佈出來的 神經病的那些國家機密 想一想到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不能求證 為何可以存在這個陰謀 那些是資訊不透明的 那些是不會讓你知道的 但是當有些人聲稱找到 一些流出來的資訊的時候 就不代表那些一定是假的 其實我們看看有一個個案 叫做鳳凰城 即是很久了 好像1997年 鳳凰城的UFO事件 唯一一個很大型的UFO 在鳳凰城上空 即是還過一整晚 然後連州長都說它是真的 最初的州長是不認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這則新聞 其實鳳凰城是我研究過 這麼多的UFO是最真實的 因為有很多人看到 也有很多專家 軍方開頭說是假的 但最後周竟自己出來說 不如將來穩集說吧 類似這種 所以說為何可以有這種陰謀論 存在的 又不能完全假 但我們有一個基礎證據 譬如現在剛才看鳳凰城 有很多影片 有很多有權威的人 不只一個人 而且不只一個人說過 最主要是全部專業的人 是比較高層的人 而且這些影片 你能看到出來 是沒有可能是假的 因為如果只有一段影片 可能是假的 或者只有兩三段 可能是假的 但當時是幾百都有的 就帶給聽眾一個 我們這本書裡沒有的故事 其實我們本來打算放在這本書裡 最後取寫的原因 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這個真的不是都市傳說 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真相 真相是因為書裡的厚度 其實是一個成本的問題 所以我們取寫了一些故事 我們這次的滄海為主 就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講一個叫做 疲行者 即是Skinwalker 即是英文 其實阿瑜有沒有 應該你也有調查過 我有 但是我沒有太過花 但聽就一定聽過 對啦 我沒有花很多精力 因為其實類似的 應該這樣說 在一些神秘之類的題材 實在是太多了 他是一個海來的 即是當你的精力 可能放在某些其他位置的時候 你就放下了那樣東西 其實我查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查的方向 我不是真的正式去查這個疲人者 其實是因為房間有一張照片 很流行的 簡單講解 遲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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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化獸人 其實是美國西北部最大的 印第安族 即是納亞霍人 他自古流傳的傳說 有這種存在 一個神秘的 遲行者 遲行者 擁有神秘力量 以及可以將自己 變成任何動物的邪惡巫師 即是有些人 好像他們叫殺腕 他懂得使用魔法去害人 你也知道 當時的原居民 或者古老那些 都很流傳 即是他的巫師 全都懂法術 這些是邪惡的巫師 最主要是講解 那 他遲行者 的納亞霍語 寫法 我不會讀 大概 蘋果的音 叫做 Inaarodorochi 嘩 好難說 Y-E-N-A-L-O-O-S-H-I-I 因為這些是不知道什麼語蜜 所以我們大概 不知道什麼字 是他們的 即是 納亞霍語 原始步驟的一些語 但我不懂得讀 你不是專家 不會懂得讀 他的意思就是 用四支走路 所以我們正常人是用兩隻腳走路,他用四隻腳走路 所以在網絡上,通常有皮人者的圖片都是排在地上 所以為什麼叫皮人者呢? 皮人者是一個人,只是懂得變身,有很強的魔力 除了變狼狐狸,可以四隻腳走路 甚至有些人說,他可以變狼狸,牠可以變狼狸,牠可以變狼狸 所以你可能有聽過,有些關於皮人者的故事 他遇見了一個人,遇見了自己的朋友或親友 但發現他根本跟你認識的人,像一個陌生人一樣 即是你見到那個樣子一樣,但其實你好像不認識他 有些人都懷疑,那個人都是皮人者 有些人可能覺得撞鬼 不知你有沒有聽過,有些鬼是會變自己的親人 也有這樣的傳說 所以你說這些,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因為真的有些人是這樣聲稱 還有不知一個人這樣說過 所以大概是這種類型的東西 可以變東西,可以變人也可以 他甚至有時候會變動物去傷害人 他甚至會操縱這個人的心 即是可以控制你做壞事 反過來,這個我也覺得很誇張 有些傳說,甚至可以令死人復活 其實如果你說這個平衡者的故事 即是我直接聯想到的一個傳說或神話結構 就是大家更加熟悉的狼人和吸血鬼 因為狼人和吸血鬼在某些的考證上 其實他們的故事源流 應該這樣說 我應該說他們在某一些傳說上的故事源流 因為如果再追溯,我自己都寫過整本書 即是講師變更早 即是去到這些現在我們現存見的傳說的源流 未出現就已經有 但以我們去到中期,即是開始流傳來說 其實狼人和吸血鬼是孖山兄弟 即是一些很類近的傳說 一個分支演變 好了,它是完全有你剛才說的幾個元素 即是可以變不同的 狼人是可以變,是人的一種transfer 它是四腳爬 而另一方面,它不是可以變成一些識非的東西 吸血鬼那邊,它是可以變天褲 另外吸血鬼的一些法術裏面 亦都有所謂可以鼓惑人心 而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剛才你提到的一些元素 就是講死者復活 這個吸血鬼本身就是很出名的 即是死者復活的一個元素裏面 所以其實很多這些傳說 你覺得它一看下去 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傳說 它都有一些元素是有在裡面的 其實這個也是很奇怪 我覺得是好像你之前有說過大洪水 就是每一個全世界都有一些類似的傳說 即是都是一樣 即是你現在說的是一個神秘生物 即是歐美 即是歐洲就是你說的黑吸血鬼狼人 你周瑜居民可能就是這一種 但可能大家其實是會見同一樣東西 你有沒有機會 經常都有的 譬如好像阿森吾一 你考證疲行者的時候 你也有提過一下 即是你也有提過一下 會不會其實有 譬如可能狐狸 即是日本就有狸貓 中國有狐狸 即是狐狸 狐狸 狐狸 當時我做狐狸狗美狐的考證的時候 其實我又找到原來在美國印第安 都有一些民族 是有一個差不多 exactly 是跟中國的狐狸 是有九成次的故事 所以這些東西 又牽涉回那些比較回憶的 那些說 究竟人類整個大歷史發展 是否會不會又是牽涉到大洪水 那類的東西 我們這次不是說這些 我覺得是有趣的 拆開了 說回皮行者 其實就算在現在 也有些人說過 會有皮行者的目標報告 譬如猶他州最出名 因為有一個牧場 他經常都說有人見過這件事 所以他的名字也說過 皮行者的牧場 而我查的那個 就是幾年前 在美國的新墨西哥 有一宗目標報告 有一個人拍了皮行者的照片 像現在一樣 通常你拍一些神秘新聞 就整個網絡都封存了 例如Youtube Facebook 而這件事 就算現在在網上 找皮行者 其實他也會最先出現這張照片 其實我剛剛問 那時候還是一樣 因為現在可能過了 我寫的篇文 可能已經過了一年 印象中 可能現在又有機會不同 但總之你一定見過那張照片 如果你是找皮行者 這張照片 聲稱是由一個地質學家拍攝的 有一個在新墨西哥州油田工作的地質學家 他就看到一個奇怪的生物 在公路旁出現 他就用夜視鏡 拍攝了那個生物的熱感夜視照片 據說 他拍攝後 第二天就很害怕 所以他就有前職 到底這張照片是否真實 那我 其實 說不說就調查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其實我們也已經調查了 因為 這張照片比較簡單 因為 其實你拿這張照片 你拿到Google的搜尋 雖然 其實這張照片 你未必會馬上找到 但 我 其實有印象 也有看類似的影片 然後我就走去一些恐怖片 外國西片恐怖片 就找一下那些附近有沒有類似的照片 然後我就找到了 然後發現這張照片 就是這個新墨西哥州出現的 皮痕 就是1982年上映的一套 英國科幻電影 叫做 SATRO X TRO 到時我放回附近 那張照片 我是找不到這張照片 所以我不肯定這張照片 應該是小型的恐怖片 不是大型 我當時又找到 皮人姐的照片 他不是傳統的皮人姐 他反而是像半人魚生物 雖然他都像皮人姐 他全身都沒有穿衣 好像沒有毛 但他的腳的位置 好像美人魚的魚旗 多於像腳 所以他有一點不同 但人們都當作是皮行者 所以這張照片 其實是一個電影的截圖 阿余可以公開 正式可以公開一段片 你可以看看 Youtube有沒有關閉了什麼 我們會做Fair Track 對 總之有段片 拍攝完 拍攝出來的片段 是怎樣的 你可以對照別人說 譬如說 你看看這段片的連結 對 其實就是那樣 一模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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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雖然說 查也是假的 我自己就想到 到底這個皮人姐 有可能是什麼呢 我以前在網上看到 有一些圖片 看到有一種人 是天生的缺陷 她的手手腳腳 是不一樣 我們一般人一樣 不知道阿余有沒有見過 有一個叫 駱駝女孩 Caramung Girl Caramung Girl 那個人叫做 Alai Harbour Alai Harbour 不知道有沒有 阿余有沒有見過 對 這個其實都很出名 在以前 現在應該沒有太多人 但是 都是那些奇聞書 以前 那些讀者雲宅 我印象中也有出現過 她說 有些人是患了一種 非常罕見的 叫做先天性 膝反屈 她的膝頭哥 跟一般人相反方向 所以她不可以 正常地走路 她只能在地上 用四隻腳爬 我有時會想 究竟這種疾行者 有沒有看過這種疾行者 其實她有這種疾行者 通常在原居民的地方 可能有人看到類似這種疾行者 但她又不知道 因為當時沒有這些醫學知識 她不知道是甚麼 可能剛好那個人 連衣服都穿不到 因為可能這些 你一刪出來傾刑 可能已經被人 一早已經扔了不養 其實這些真實出現過的 這些故事 現在是會越來越少見到 第一 因為現在人的溝通渠道 以及醫療的技術 會令這些東西少了 以及人權的 人的認知都高 對 在以前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比較原始的地方 當你出現一些畸形的人 大家的知識又不夠 現在我們就算沒有能力去治療 也好 你都會知道 他只是一些細胞變化 就是DNA有問題 令到他一個悲劇 你不會當他一隻怪獸 但是以前的人很容易 就可能會把這些個案 當作一個怪獸 而且你沒有能力去治療 現在可能 譬如有一個有這樣的病徵的人 可能就已經被人治療了 你明白嗎 甚至乎因為現在的醫療條件 他照超聲波的時候 發覺他可能會有畸形 或者是檢驗一些DNA的時候 已經或者照超聲波 看到他畸形 你根本就不會讓他出生 所以這些個案 是會越來越少的 變成了我們一些都市傳說 當你沒有這些 我們以前看過很多奇聞書 就看到很多這些東西 就發現可能這些是一些難本來的 但是將來你就會更加難找到他的原流 這個也是我猜的源頭 因為我覺得是比較相似的 就是用四隻腳走路 而且他也是比較K型 你看上去不像一個正常人 其實他現在也完全有這些人 例如東南亞地區 有些人是真的這樣走路 即是要四隻腳走路 然後有些小朋友 也有拍片 如果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你覺得像不像那些疾行者 因為那些疾行者都是類似的 類似的形式走路 但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疾行者 因為這也是有很多其他人說 但我暫時在網上看到那些 全都不像是真的 但我又不能完全否定 因為他不是現在才出現的 都市傳說 這個我剛才說 已經是由印第康時期 已經傳出來的神話 你可以當成神話或者傳說 所以我們暫時只可以 估計他的源頭可能是那些東西 還有那張相片是假的 即是剛才所說的 那張相片是假的 但就不能完全說 皮痕者是假的 很簡單 類似 我們說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例如狐仙 狐仙的這些傳說 就算你不是相信一些很熟悉的人 你都不能夠否認 在這個民族學那裏 他是一樣 真是古以有之 是無數那麼多的小數民族 都有流傳這些傳說的 你只能夠這樣說 當然你可以說 因為以前的人知識不夠 有一兩個人這樣說完 就傳出去 經過很多千百年之後 就變成了大家一種民間信仰 你學術一些就這樣看 但你如果不是這麼學術去看 或者有些人相信 但有難說 譬如你講現在有些UMA 其實可能都是同一種類型的東西 只不過是有現在可能少出現 因為你是很久以前的傳說 可能當時有人真的見到這些類似 如果你相信這些東西 那一派就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真的在深山的東西 才比較多出現的 那根本你就平時見不到 有時候我們只能夠去做到 某一方面的考證 就是譬如 當假設明天 無端端網上就有人聲稱 拍了一幅護仙的照 你就只能夠就著那一幅照 去找一下 第一 例如會不會是小劇照來的 又或者是 原來是改圖來的 又或者是 噢 原來是一張舊神史 把當年溫沙大廈裡面的那幅 拿來改了一點 就當成現在那幅 你只能夠做到這些考證 溫沙那個可以爆一點點了 其實之前呢 現在你網上傳那張 其實是在雲海的書 其實是雲海畫的 所以不是 那張東西 即是我們插了一樣的 他真的有一張狐仙照 但現在網上那張就不是真的 現在那張是雲海畫的 其實如果當年大廈那張狐仙照 這些就是功夫了 但不知道那些人用了那張假 這些也是功夫了 因為為什麼會用了呢 很簡單 因為網絡上容易搜到那張 那些人就用那張 其實你要找回當年大廈那張 這個就像你所說的 這個節目開頭講的 功夫東西 你回去圖書館 你找回當年那些報紙雜誌 那張就是真的 那你就會找到 對 但是你說在網上 真的不一定會找到 找了一定會找到 但問題是你會誤信 另一個張也是真的 我想說的是 這個可能你找到 因為你找過 我意思不是每一個都市傳說 你都一定會找到 是因為 很簡單 他不一定放過上網 沒錯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尤其是你以前幾十年前 對 你有一些就要靠去找實體 我有查過 有一個都市傳說 叫做 有個地鐵有個跳鬼的女生 她跳鬼 開頭說是 滾過去 最後發現不見了她 那個故事 是我曾經在黑鬼古網 他前面有個故事 就是恐怖熱線 也說踢爆了幾次 當然恐怖熱線 不知道她是真正的 其實我知道 有很多人 但最後 我暫時看到 是上次阿馮雍 蘋果一部寫專欄 那一個 但我扭信阿馮雍的說法 其實我有想過 找她求證 但我未做 可能我遲些會 跟她求證 我會想找回她以前的 她的說法 是說出事的人 她曾經有在網絡上 留過意見 或澄清過 但我找不到 那段訊息 我覺得如果我找到 那段訊息 我覺得可想性會高很多 但我暫時沒有找到 我曾經有想過去求證 但我未做 那段訊息 會不會做 看看有沒有機會 做到 如果真的做到 我可能會出 下一段訊息 可能會見到這個 狀況 類似這些 都是要求證的 我不會說 就這樣說 就算了 我自己就 所以你看到 為何今次沒有出這篇 因為我未求證 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想說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 有很多傳說 或者神化化的東西 有一些 最終找不到真相 我們就傳移 但有些 真是 當你 有些是基礎 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覺得 雖然你說 找到真相 都可以不是真相 深吳一 開頭這麼說 但有時候 看你自己的判斷 那樣東西 都已經找到八九成 你不相信八九成 有硬證據 擺出來的版本 你就可以相信坊間 一些完全是 不堪 這樣就有少少問題 不堪 不堪 你沒有證據的東西 你又相信 有證據 反而不相信 就快點了 這件事就很老殘 對 希望我的讀者 不是這些 我希望讀者 會求證 其實不喜歡求證 那些人 就不會看得那麼長的 還有 都宣傳一下 除了一本書之外 其實我以後 會不會想要今次說 應該都沒有時間說 其實就算 那個皮人姐 我們有一個近親 叫做 The Rig 佛地摩水黑 其實他都是類似 皮人姐的種族 但他有什麼不同呢 以及他的真相 是怎樣 我可能知道 之後的問題 開期票 我們學別人的網台節目 不斷開期 對 最後也很感謝阿瑜 邀請 以及幫忙出書 很感謝這個 真的很感動 我希望大家 幫忙買下 對 幫忙買下 你想看下一本 沒錯 支持一下我們 支持一下 希望想看下一本 其實可以爆料的 可能 你看過書背後 你會看到有一個 都很出名的人 在後面 其實他有幫我寫罪 其實那是我妹妹 你可以 下次你拿 因為他自己這本書還沒出 我妹妹是誰 其實就是 看一本書 去買一本書 去買一本書 去看一本書 或者去這本書 可以說一下 其實我妹妹就是 單車好手 阿里維斯 其實你可以買 因為現在自己這本書 還沒出 他在寫的 但是他還沒有的時候 你買我本書 拿罪給他簽 你看到他 他給我本書 去簽 他應該不介意 好了 多謝大家 收聽今集的簽名 多謝你 多謝拜拜 差不多 擁有官方證件做證據 歐洲老婆 Baba Vengar 號稱預言 命中率達八成 他說過甚麼驚人預言 預知日本令和年號的神秘留言 是超能力預言家 還是皇室知情人士 目擊扭來扭去的日本妖怪 會令人精神錯亂 Doraemon 曾經播放極度詭異的集數 血腥恐怖兼而有之 還比電視台禁播 NASA發布好奇豪商片 竟然拍到外星人 1952年華盛頓 UFO事件有圖有真相 阿波羅20號的秘密登月計劃 網上驚言神秘影片 Fact-chat都市傳說真相 搜羅最熱門的都市傳說 作出最詳細最認真的調查 不會誇大失誓為你破解真相 Fact-chat都市傳說真相 於各大書局有售 電子書亦已登陸Google Play圖書 和諾天Cobo 今次為大家介紹幾支特別的葡萄酒 他們是由星級名廚 玉爾夫江柏克 Wufgen Park 所挑選 和用它的名字命名的一系列葡萄酒 Wufgen Park 這個星級名廚 它旗下位於美國加州比華里山的餐廳 是得到米芝蓮二星評價 以及得到過年度最佳餐廳 年度最佳主廚這些樹榮 這幾支以他們命名的酒 分別有赤霞珠 黑皮諾、沙當尼幾款 他們釀製這幾支酒的目的 不單是在高級餐廳內享用 更可以讓你在日常宴會、餐點內 可以與各種美食互相配合 得到更加昇華的享受 這幾支酒有濃厚的果香 單寧平衡 魚韻和口感都很好 層次豐富 只是賣290元一支 現在透過不求人工作室購買 由Wino經銷的這一系列葡萄酒 還有九折 如果你還想買Wino經銷的其他酒 例如兩支法國AOC波爾多紅酒 原價198元兩支 現在不求人優惠178元兩支 除了已經特價的貨品之外 使用不求人工作室的優惠碼 一樣有九折 買滿280元還可以免費送貨 這條片下面有連結和購買方法 喜歡喝酒的朋友記得找我們